便秘足了多吃蔬菜 你还可以做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喝足你的白开水 建议每天喝1500-2000毫升的白开水 至于茶 咖啡 牛奶算不算呢 其实是可以算进去的 像有些长辈真的不喜欢喝水 他们喜欢喝一些有味道的液体 像是咖啡或者是茶 或者是水里面加一些水果 来增加一点风味 或者是喝一些花草茶 其实这个都是OK的 都可以帮助你增加日常的水分摄取 第二个就是吃够你的碳水化合物 主食的量吃够了 才可以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 建议可以把你常吃的白饭 换成全骨饭或者是地瓜饭 或者是纸米饭 增加你的全骨类食物的摄取来源 或者是用南瓜 马铃薯 地瓜 或者是山药 芋头 这一类的根莖类 可以增加你纤维的摄取量 帮助你的粪便的体积增加 这样才可以帮助排便 第三个是用适当的好油来辅助 因为我们的大肠在排便的过程中 如果你缺乏了油脂的润滑 它就容易比较干比较硬 比较难排出来 很多人在减重的时候很怕变胖 所以都不敢吃任何的油 这样反而会导致你的便秘 非常的严重 所以遇到便秘的时候 记得除了多吃纤维 也要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水喝太少 碳水化物吃太少 或者是你的油脂摄取不够哦 然后再放一遍 然后再放一遍 然后再放一遍